郑爽违法带云事件迎来反转 孩子DNA鉴定成为重点 背后的金主也被爆出 不仅能帮助他恢复演员身份 还轻松攻陷广电 前几个月郑爽带云气养 成为娱乐圈中的热议话题 各大权威账号转发评价 郑爽带云气养的举动 但如今却迎来了转变 当时铺天盖地的谩骂 竟然变成了声援声 郑爽从违法带云事件之后 就引退了娱乐圈中 现实美国与张恒展开 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战争 经过提交各种证据和庭审之后 疑似事件即将迎来反转 并且张恒的各种人设 也全部被爆出 近期爆娃出游 进行作秀被网友拆穿 照片中张恒一人爆两个孩子 看上去是一个好爸爸的模样 但是却被爆出有100拍 是为了誓言好爸爸人设 不少网友说张恒又开始玩老套路了 又是自己爆录音 又是自己爆孩子出生证明等等 作秀被拆穿后 曾经的身份也被爆出 有网友扒出 张恒疑似是美国军官的照片 如果他真的是美军 那么曾经发文说 因为孩子签证的原因 而滞留在美国的言论 就是一个将全国网友吸耍的谎言 也难怪郑爽在与他争夺孩子 抚养权的过程中会有所反转 据悉在第二次庭审的时候 郑爽提交的大量证据 直接揭露张恒的邪恶用心 证据内容不仅有指向性的指出 张恒可能存在暴力倾向 甚至两个孩子的DNA显示 也与郑爽无关 国外的某些社交平台上 更是出现了孩子并不是郑爽的视频 随着这些内容 郑爽在国内也出现了大量的好消息 有网友称 郑爽的微博演员认证 又被认证回来了 郑爽不愧是娱乐圈中的流量 即使现在自己已经单出娱乐圈 但在这个圈子中还是流传着他的故事 网友称 从发生带云棄子的事件后 郑爽的微博演员认证 郑爽就被拿掉了 现在又被认证回来 是不是与张恒之间的官司 已经定版了等等 这个消息一度引起了网友的轰动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认为 不应该让郑爽再回到娱乐圈 并且有人表示 如果郑爽不被封杀至少三年的话 那么违法代孕 在以后就真的屡禁不止了 虽然事情的发展 我们还不知道会是怎样的走向 但郑爽的走向 好像已经有了新的转机 不仅有人将要为郑爽出一本名为 你好郑爽的书 甚至还要将其拍成电影 还有人称已经开始筹备 让郑爽作为女一号的制片工作了 郑爽果真如传言那样 姐虽然不在江湖 但江湖一直都有姐的传说 虽然郑爽背后的资本金主到底是谁 我们不知道 但随着这些传言 又有网友爆出了疑似金主的金主 他就是金圈老炮冯小刚 冯小刚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可是众人无法撼动的 但郑爽在没有人搭路的情况下 竟然成为了冯小刚自封的朋友 早年在冯小刚的电影首映里中 郑爽受到冯小刚的邀请参加 甚至在多次的聚会中 冯小刚都会邀请郑爽前去 在人多没有照顾到郑爽时 事后还会在郑爽的评论中道歉 冯小刚的这些种种举动 让网友都十分疑惑 郑爽背后的势力 因为郑爽从出道后 背后就没有任何人撑腰 自想成为妈妈的功利品 为了完成妈妈的梦想 自己也就强迫自己进入娱乐圈 但是如今经历了这么大的事件后 他还能够再次传出回到娱乐圈的消息 所以他背后的势力 一定是冯小刚都不能得罪的 不然冯小刚不会没有任何征兆的 对外介绍郑爽是自己的朋友吧 游戏新的网友对郑爽一次回归娱乐圈 做出评价 称自己一直都在关注郑爽 代孕妻子事件 其实郑爽在微博的演员认证 一直都没有被拿掉 这些文章中所附带的账片 肯定是某些营销号 为了博眼球所批的图 并且郑爽被封杀事件 也是外界的传言 因为只有权威账号对此发声 广电并没有承认对郑爽进行封杀 随后这个网友并封上了 疑似广电的公开告知书 内容中显示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封杀演员郑爽的文件 该信息不存在 原因是我局没有制作该信息 因为如今广电只对吸毒嫖娼的违法犯罪行为者 进行封杀 所以就此也传出郑爽被停滞的四部电视剧 将要迎来开播的消息 甚至还有人称郑爽可能会在韩国出道 他与韩国艺人李中硕主演的翡翠恋人 在韩国得到好的反响 所以就传出了他可能会进军韩国娱乐圈 不过以郑爽的性格在韩国出道的话 他能够支撑得了半年吗 郑爽在国内娱乐圈发展十多年 众多粉丝都是因为一起来看流行语 对郑爽有着迷一样的滤镜 如果不是这个滤镜 他的情商可能不会让他在娱乐圈中发展至此 如今 郑爽全身心的在处理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但他的父母却做出让人气愤的举动 虽然从开始孩子就是张恒在照顾 但是目前郑爽的官司也至关重要 他的父母却让郑爽一个人去争夺抚养权 他们却与好友一起外出春游 可能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这件事如今对郑爽的影响有多大 不得不说 郑爽性格的养成 完全离不开他父母的各种培养 将郑爽当作提款机利用郑爽一起出镜 完成自己的明星梦 甚至为了郑爽所争得的片酬 不被外人瓜分 还自己当上了他的经纪人 所以郑爽带孕弃养的举动 不能说他的父母和张恒没有错 也不能说错都在郑爽一个人身上 近期有专家人士分析 郑爽争夺抚养权的信息称 这场抚养权案件 不管最后是谁胜诉 但张恒都能够得到一笔不菲的费用 虽然郑爽表面上看着胜率极高 毕竟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 没有人知道中途会出现怎么样的转折 如果最后是两人一起抚养孩子的话 那么两人的纠缠 可能永远都牵扯不断了 事情的真相 只有他们当事人清楚 相信法律最终的结果是最公平的 如果孩子的DNA真的与郑爽无关 他背后的金主肯定会全力扶持他重新站起来 大家认为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孩子不是他的可能性大吗 我认为